据台湾媒体报道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民进党当局是贪污腐败 谋财害命 对此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 25号回应称 民进党当局施政至今 没有出现重大的弊案及贪腐事件 没想到林楚英的这句回应 不但没起到反驳作用 还引发了岛内舆论和网友的嘲讽 贪污腐败的民进党是谋财 现在把台湾推向战争是害命 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 谋财害命的民进党 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 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 下架民进党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日前称 民进党当局是贪污腐败 谋财害命 没想到却戳到民进党当局的敏感神经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赖清德24号宣称 蔡英文的施政能力比马英九强 财政方面都做得比马英九好 但为何岛内社会还有下架民进党的声音 赖清德认为是所谓认知作战假信息造成 民进党发言员林楚音 25号也站出来声称 民进党施政至今 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弊案及贪腐事件 韩国瑜的指控毫无根据混淆视听 他还抵制气壮地要韩国瑜举证 对此台湾媒体人赵绍康忍不住嘲讽 到处都是证据 到处都是证嘛 你前三计划八千多亿到底用在哪里了 然后呢 防疫计划八千亿 疫苗怎么买的 然后这个高端到底是怎样 然后口罩到底中间有没有内 有没有什么隐情 然后呢 疫后又是两千多亿 这些问题都很大 都是这么多的钱 到底怎么用的 不要低估选民的智慧 选民自然会清楚的 针对林楚音的辩解 有岛内网友嘲讽称 笑死 民进党敢说 人家却不敢听 有人直言是庆竹难输吧 否则为何要撤掉特征组 还有人表示 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都骗